传闻中那镇魔塔是专门困进一些穷凶极恶的妖魔邪魔之所 老夫也算是久闻大明了 不知里面还有什么魔物 就老夫去那边吧 七叔竟然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原本也对那镇魔塔也颇感兴趣的 不过既然七叔如此说了 那就由七叔跑这一趟吧 我带着他们三个就去灵宝阁搜寻下宝物了 儒生文言已正 但随即不在意地满口答应了下来 大头怪人也不客气 当即带着古魔三人 直奔那条著名镇魔塔的石阶而去 方脸修士也冲儒生一抱拳 手中扣住那件弥天灼 身形几晃之下 在最中间的那条石阶上渐渐远去 儒生并没有带着剩余之人马上离开 而是目睹怪人和方脸修士 最终消失在石阶尽头的白雾中后 才收回目光 并转脸对着身旁的一位老者 淡然说道 封贤侄 我们手上还剩下几套镇齐镇盘 启禀大长老 按照您的吩咐 每破除一套镇之后 都会在原地留下我们的临时法阵 到现在 除了那花费数十万临时购置的 紫威七星大阵外 手边已经没有其他布阵器具 嗯 那就将这一套紫威七星镇在此地布下吧 另外将那群虎头蜂和两只吸血服也放入阵中 是 老者马上答应一声 伸手往腰间一拍 一阵紫萌萌的阵器出现在手中 然后大步朝广场一边而去 儒生这才回首朝山下望了一眼 脸上阴晴不定 默默地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个时辰后 儒生等人的身影 也没入了另一条石阶上 这时 山下不知多少万丈的山腰部 韩丽一行人等 正好刚刚通过那座万修之门的巨大牌楼 在那里 叶家修士布置了一个上算高明的幻阵 若是面对杰丹修士 最起码也能困个数日 但对这么多元英修士 几乎一个照面 就被钱老摩和花天琪等人随手除掉 连稍取时间都没有耽误 在见到那万修之门的巨大牌楼后 钱老摩等人对此地就是昆吾山再无怀疑 当即除了韩丽三人外 其余之人纷纷兴奋异常 当即一行人急忙向山上追去 结果一言时机而上的他们 自然避免不了碰到叶家布置的其他禁止 这非但没有让老摩等人产生退役 反而更让他们急不可耐起来 但显然叶家等人布下的禁止 一个比一个厉害 老摩等人虽然倚仗法力强横 最终依依依靠蛮力破去 但还是不免被拖延了一些时间 整整一日一夜后 他们才赶到了那座出现众多石傀儡的巨大石殿前 几位道友小心一些 这里也布置了禁止 恐怕会更棘手一些 前面的那些人倒还真是大手笔 竟然写着如此多的布阵器具 看来即使真不是十大宗门中的修士 也是某一超级势力中人 哼 能有这种大手笔 前边一座禁止 甚至连兵宴两极镇 都能够炼制成镇旗镇盘布置下来 就是我们十大宗门 也不是哪一家都能做到 我倒是好奇 前边那些人的真正身份 不过这一路追来 那些人也相当于在前面 替我们破除了昆乌山的禁止 倒也算是便宜了我的 就算我们被他们临时的禁止阻碍了一下 也绝对能够追上 希望如此吧 说话间 十几人就闯进了大殿中 十殿中满地的石傀儡残骸 让所有人一惊 均不禁停了下来 自下打量一下 没有禁止波动 这里竟没有做什么手脚 还真是意外之事 这很正常 估计那些人的布阵器具 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不过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没听说过有石头做的傀儡啊 这些不是石傀儡 确切的说法是石灵 是将一些妖兽的金魂 用某种秘术强行打入一些特制的石像中 在上古时期曾经盛行一时 但后来却不知什么缘故 此种秘术忽然失传了 韩力这时不慌不忙地俯下身来 捡起了一块碎石 一边端详 一边淡淡说道 哦 韩道友竟对此种秘术也知道 没什么 韩力对傀儡术有些研究 但可惜这些都是损坏之物 否则在下还真想研究一眼 韩力将手中的石块随手一扔 哼的一声 在青石地面上滚动了几圈 他刚才一发现 这些石灵残骸 看起来只是普通石料 虽然也经过特殊炼制 但是最主要的 却明显是碎石表面烙印的 一些奇怪法阵等符文 从这些破碎的东西上 无法看出什么 韩道友想弄一只完整的石灵 倒也容易得很 四边的那几个坍塌的地方 说不定还残存几只 其他修士中 一人眼珠微转 忽然指着一条坍塌的走廊 冲韩力笑嘻嘻地说道 韩力目光一转 却发现是一名 面目看似忠厚的中年修士 竟是那名四散真人正位 韩力不是大剑出身 虽然不知道此位的声名狼藉 但以她的阅人经验 怎会以相貌来使人 当即微微一笑 正想说些什么 另一边韩老魔 慕然大喝一声 孽畜 想找死 随即五道白影同时双手一抬 随即十道灰色的光柱 从手心处喷布而出 一下打在了附近某一处 无人之地 一阵轰鸣后 那里紫光闪动 一只尸首英身的四翅怪鸟 凭空现行而出 恶狠狠地盯着众人 正是那只曾经袭击过 叶家修士的狮禽兽 此凶勤 竟不知何时偷偷接近过来 正想偷袭 前老魔五魔子的样子 但让人惊讶的是 此妖禽原本被叶家大长老 斩去一小半的伤掌 此刻竟已恢复如初 丝毫看不出 曾经受过重创的样子 不过吃过一次亏的此妖禽 似乎也学乖了 一见身形暴露 立刻四翅齐山 瞬间化作一团紫芒 直接向身后击尸而去 韩老魔未催动五子魔追去 其余修士也被施禽兽 猙獰的模样吓了一跳 稍一愁愁 竟让此妖兽 转眼间就顿出了石殿外 不见了踪影 施禽兽 这里竟会有这种怪物 花天祺长吐了一口气 口中喃喃 神色也阴沉了下来 他自问 若单独碰到此凶琴 恐怕自己要凶多吉少 傅姓老者和白瑶一互望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一丝京剧 他们可很清楚 还有一只更加厉害几分的银尺 也插在此山游荡 只是出于各自的想法 韩丽和他二人都是闭口不谈 其他修士根本不止此怪物的存在 其余的大汉等修士也同样脸色发白 这种上古凶琴 可是比原因后期修士的存在 自然是极不好惹 不过狮群兽出现过后 韩丽原本有些心动地想去探寻下走廊中的想法 也随之抛之脑后 山上不止银尺叶叉这样一个怪物存在 看起来现在还是随着众人一起行动 较为稳妥 韩丽等人自然不知 妖琴瞬间飞出石殿后 一个盘旋向一侧山下飞去 足足飞顿了半个时辰后 才在一棵碧绿异常的巨树上面 猛然落下 然后口中发出难听之极的提名声 如同鬼气一般 知道了 你叫什么叫啊 不就是让我替你报仇吗 老娘可没兴趣做这些事情 被困在那暗无天日水下这么多年 老娘好不容易脱困而出 可不想再惹什么麻烦 而且那两波人类羞逝 可都是原因羞逝 没有一个善差 一个破罗般的声音传来 随着巨树上绿光一闪 显出了一个丈许高的树洞 一名巫衣妇人从里面走出 满面的不耐之色 这妇人腰似水桶 皮肤又黑 头上盘着发际倒也是乌黑一长 但偏偏有两个数寸长的白发 伸出数寸来 样子堪称奇丑无比 施秦兽闻听此言 似乎恼怒一场 双目红光闪动 口中提名声越发的凄厉 你想得美 是你自己大意 被那些修士砍掉了半只爪子 老娘凭什么要给你报仇 况且当年昆雾三子后人 把我们拘禁在那昆灵阵之中 不就是想让我们 替他们守护慈善吗 老娘偏偏不能趁他们的心意 妇人两手插腰 咬牙切齿地冲着施秦兽说道 可是我们若不灭杀了入山之人 被这些修士闯进了昆雾殿中 将那块禁至我等的四灵牌拿走 恐怕我们又要落得 被人驱使的下场 一个男子的声音 忽然从空中传来 接着清光一闪 阴尺夜叉 竟然凭空出现在那里 哼 凭他们也能闯进昆雾殿内 你当昆雾殿的禁止是摆设不成 特别那北极元光 根本方不胜方 那些人真去闯昆雾殿 那才是死定了 归道友 这可不一定 北极元光纵然厉害 可这些闯阵之人 可有原因后期的人类修士 身上就是有能防住 北极元光的法器宝物 也是大有可能 而且道友真的不想趁此机会 夺回我们的本命牌吗 否则我们纵然出了昆雾镇 还是无法离开这空屋山一步 这里灵气充沛 老娘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但人界想来也找不到 比这里更适合的修炼之处 我就在这里修炼 到飞升的那一天为止 归道友 你明知道封印一破 留在山里修炼 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又何必在口上应称 而且说起来 我等也算颇有渊源 正当联手共度难关才是 嗯 渊源 倒还真有一些 你是人类修炼的肉身修炼成灵 我和施禽兽 则是内人昔日饲养的 灵晴灵兽 又是一起被那些修炼 封印在了昆零镇中 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三个才有联手的可能 而那昆雾殿 有专门克制我等的进阶存在 平常根本无法靠近此殿 现在有人类替我们开道 我等着要偷偷地 跟在后面潜入即可 倒是一起出手 夺得本命牌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哼 你说得倒容易 但是我听施禽兽说 这两批修士人数可都不少 还有后期的修士带队 对了 你说的那个非常棘手 疑似通天灵宝的修士 似乎也和这些人混在了一起 到时候可别本命牌没有得到 反把自己搭进去了 老娘可是被人囚禁怕了 宁愿不要这本命牌 大不了从此钻入此山林脉深处中 再睡个千余年 到时候他们就算有本命牌 但老娘根本不和他们见面 他们又能耐我和 鬼道又不要忘了 我可同样擅长土盾之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